又到了穿衣开始不必太用力的季节了 在更天的衣橱里当然也少不了兼具时髦与保暖的单品 就继续咱们的明星初春造型一览吧 你好 李幻英之前提起张小斐 大家只会想到那个跟着假里 活跃在春晚上的小品业人 宁宁排量调顺幽默段子总让人忽略拍着张脸 这回电影不仅捧红了张小斐 近期忙着跑步演的他 也让众人盖得到大碗娱乐颜值担当的美 这身造型从内搭背心到外套双排扣风衣 全部是来自Max Mara 活色深浅交替 版型简洁浪漫 丢掉了传统风衣的严肃 散发着一股温柔力量 路人扎拍更绝 2月18日那天张小斐发了条微博 纪念一下第一次跑步演 就问了心不心酸 35岁第一次露演 而他同期时的姐妹杨立大学毕业没两年 就主演了公园后爆红至今 折服期虽然漫长 不过张小斐好歹等到了弹发结果的这天 说他爆红是有证据的 总路演第一站穿快销品牌Zero 到月收入2万才会下手的Max Mara 人家只用了三天 再往后一天 Prada也拿烟了 不知道是不是红气养人 说不出他具体哪好看 但看着就是舒服 哪哪都好看 高速回忆下对杨采玉和刘浩尊的印象 绝大部分人都会对前者的外形气质评价更高吧 这两年除了工作 杨采玉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凹造型发微博上 加上珍珠版气质 让他变得越发耐看了 最近一场活动上 他迎戏Campere Long的银色亮片 一群现身 红唇加起点短发 搭配金属耳环 更有种互物风情 人以为两位某女郎 同海底美 杨采玉必然艳压 但蛮多人觉得赢的是刘浩尊 里有很多人看到了肤色 专公主群的刘浩尊 从轻轻亮丽 而边上的杨采玉裙子过于抢眼 趁着肤色偏暗 除了光线服装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他去美黑了 白是主流审美 但有些女同心独爱同色皮肤 而且美黑后的他们更有变识度了 李文 极克俊逸的小麦色肤色 更匹配他们身上的低网犯 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 比如再也不愿把自己晒黑的AB 那么来对比一下之前的杨采玉吧 你们觉得哪种肤色更适合他 初春座内搭 深春到外套 要提名无比实用的单品 那大概就是真知开衫了 李依童的这件衣酸 当马尔索获克兰 真知开衫 威领拉长线条 颜色甜美温柔 还有很多小熊座配饰 真的很少女性泛滥的一件衣服了 他和胡一天主演的 像剧本周也来到了大结局阶段 小白和爱琴大婚了 现场一起举行婚礼的 还有李线和杨子那一对 围观了两对逼人的case 酷死缘不长命啊 告别鸡头莲子的堂堂 大波浪卷发的慵懒调调 下一秒就可以安排上 春日里的度假行程了 这件黑白拼接的连衣裙 来自 门巾和腰带处各有相钻点缀着 悄悄散发着金具的魅力 周末正好补了新一期的王海队王海 唐妍重现了自己当年的子轩扮相 啊 别惊回 最近选秀节目很密集 又到了搞团时间 但比起PickA牺牲们 我只想看导师们舞台的cuts 比如Lisa的情人 造型和舞蹈都是勾人心魂的存在 顿面衬衫外搭Celine的Brow 来自Lily露露的白色超短裙 和Doll's Kill的长靴上 呼应着榜带设计 都是性感比较分项 不愧是拉Lisa啊 朝雨之后究竟谁来接手中国版后 谜底终于在本周揭晓了 Margaret Jones 中文名张宁 28岁 澳洲华英 时尚博主 这可真是个大新闻 因为在未来数年中 交由这位非常年轻人 非土生鼓掌的女孩 接手时尚舞大刊之一的VC 并决定了杂志的格调 张宁能执掌VC 不是康泰大师的高层们拍脑袋决定的 她熟悉传统文化 中文过关 有芭蕾和钢琴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时尚三层 大学开始玩博客Instagram 早已是百万粉丝博主 个子不高 但却是行走的穿搭教科书 尤其那一头古雀蓝的头发 无论街头秀场 很难让人忽略她的存在 除了慧川 张宁还会摄影 做造型 写时尚专栏 且非常新媒体经验丰富 期待这位绝能天才的第一期作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终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